9月16号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理介绍了 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 第一阶段实施进展的有关情况 白春理介绍 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多学科建制化的综合优势 广大科技人员攻坚克难 永攀高峰 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科技产出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产出了一大批重大成果 科学院也全面参与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 这个北斗三号卫星科学院我们研制成功 目前在天上有12颗是科学院完成的 现在完成了北斗三号卫星 我们天堂负责战争航天工程的空间应用系统 这个战争航天的科学目标 它里面的空间应用系统 我们的它的科学载荷 我们完成了一百多套 从量子信息和凝聚态物理方面 到深空深海一些战略必争领域 白春莉表示 中国科学院在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当中 发挥着骨干引领作用 科学院我们在深海方面 我们成功研制了海艺号 潜龙号 探索号 海陡号 海星号 为代表的土气化的深海无人装备 全海深自主要控潜水器 我们在海陡一号 来到达马里亚拉海沟 深浅深度达到了一万零九百零七米 这是最深的地方 应该说这海底呢 有实现了海底的自主探测 还采样了一体化 这种普及化的深海装备呢 因令我国海洋各号 进入了万米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 中科院发挥了哪些作用 白春莉回应说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科学院积极行动起来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领导小组 组织全院近三千名科研人员 投入到疫情防控的科技公关当中 在疫苗研发方面和抗体方面 也做了大点工作 这个国药集团第一个疫苗 就是关于灭活病毒疫苗 它的最早就是在 跟武汉病毒所一起合作做的 因为也是国药集团 武汉这个研究所和病毒所 共同申请的国家的项目 所病毒疫苗 也共同获得了药监局的评论 那么最早呢 也是在这个 他的这个 这高组级实验室里 来做这个研发 因为你做一 这个在灭活之前 必须得这高组级实验室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ktivitz